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北戴河会议似乎已经开完了 高官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美国风沙华为更进一步 19代以来首位上海高官落马 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大陆加快推行数字货币 我们该怎么办 内容感觉还不错吧 现在就给我点个赞吧 别忘了订阅哦 还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每年大致在8月初 都会在河北省一个叫北戴河的小城 有一次不引人注意的会议 北戴河会议 这个会议从来不对外宣布 哪些人出席 有些什么议题 会议达成了哪些成果 甚至连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外界都只能靠一些迹象来推测 一句话彻底的暗箱操作 这个会议除了现任高层之外 退休的政治老人也会参加 但是在北戴河会议上 往往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实质性的决策 而一项高调举行 全国人命万中瞩目的人大政协会议 却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决议 所以啊 橡皮图章的称谓 那是实之名归 新华社8月18号晚间消息 习近平当天去了安徽 查看淮河水情 这是今年迅期一来 习近平首次现身灾区 当时6月份 李克强已经去了 习近平那会儿还在罢评官媒发指示呢 所以时隔半个月首次露面 北戴河会议很可能已经结束了 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讲了些什么呢 党内斗争是重点还是关注国际形势呢 根据消息来源 不少官员受到疫情的困扰 并没有前往北戴河 特别是离休干部的人数明显不如网言 而且他们谨言慎行 从目前的局势可以推断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对内对外求稳定最为重要 今年的疫情洪水干旱 下凉减产 如果没凉了 只能够求进口 如果没钱了 要知道外汇储备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增长了 钱不够怎么买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怎么执行 如果真的断交 中美经济脱钩 一轮接着一轮的制裁 冻结高官的财产 全面封杀华为 甚至更多的中资企业 怎么办 所以我看国内的稳重在 粮食安全和经济形势 中国距离粮荒到底还有多远 我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就会专门来讲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来观看 下期的中国粮食安全节目 不看不知道 一看啊真的会吓你一跳 那么对外的求稳 重在和美国甚至更多西方自由国家体系的这个关系 照我想到之前陈建刚律师发的推文 他说据说北戴河会议 中共定了新的三软三硬的政策 对美国软对西方软行动上要软 对国内硬宣传要硬对香港要硬 简单来说就是对外屈膝对内镇压 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数字笔 美国对华为最新的禁令 听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 此时除了求稳别无踏雪 原本应在8月15号举行的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总结会 但是被中方临时取消了 据说是因为北京发生的未遂政变 曾庆红一派企图发难没有成功 外界本来预测中方会在这次会议上 向美方来示好 争取能够缓解美方一招紧着一绕的攻势 现在中美贸易协议已经成了双方 唯一还有一些交集的话题了 到底中国政府会不会试软 大家记得准备好西瓜 把我的那一份也背上啊 我们来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提醒说到中共的放软 其实都是假的 不要被骗了 蓬佩奥说了 要不信任 而且还要验证 Lily网友说 什么是中共宣传 就是无耻的说别人的坏话 不要脸的说自己的好话 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且还要禁止别人说实话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都不相信共匪官员的嘴 天呐 Lily 诗人啊 你怕是看了我上期的节目吧 不过也有好多网友声援支持我们的习总 这位惊天雷网友说 事实上我很喜欢习近平执政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加速地加油啊 这位Lily网友也抗议说 我希望习包子 应该说习总啊 不要说习包子啊 命比CCP长 CCP不倒 习不要下台 Bad网友也说 千万不要把习总拉下来啊 哇塞 看来网友们真是给予了我们习总加速师 不对 是加速地 无限的期望哦 给你们拍张 还有网友说 全国发大水 黑社会啊 在北戴河避暑 哎呦 怎么能说是黑社会呢 菜侠的话 选这么快 这话呀 不好说的 8月17号 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制裁华为 把华为更多的下属公司 列入了制裁名单 华为脖子上的锁链啊 看来是越累越紧了 要知道 之前5月的禁令 要求的是 包括在台积电之内的外国厂商 不能够继续替华为生产芯片 那么华为采取的迂回的策略 就是增加采购第三方生产的芯片 最新的这个修订版的禁令 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除非有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 否则就不能参与任何 跟华为有关的芯片交易 无论是华为或者是他们的子公司 在交易链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相当的明确 就是要切断华为的全部芯片供应 这个 我不用说 你懂的了 而川普这个倔老头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了 不排除向中国的另外一家公司 阿里巴巴采取措施的可能 所以说碰见他 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习和川普都是属于强硬之人 狭路相逢 勇者胜就看谁更强了 Martin Trump是川普的兄弟吗 难道带来白宫的内幕消息 他说华为有四万名外籍工程师和科学家 在国外设立都是有公司的 5G和芯片都是华为国外工程师搞的 国内的华为工程师呢很垃圾 比不上阿里和腾讯 嗯 可能是内幕 这位 网友直接把大江和阿里妈巴也拖出来了 说大江阿里巴耶嘎耶鲁 这什么梗 被制裁毁坏倒数即时 不过说实话 大江的用户体验却是尴尬 每次打开APP基本上都要求升级 所以亲身体验随便说一句不要在意啊 这位MCMC网友说 美国别给华为任何狗烟残喘的机会 痛打落水狗 哇塞 你们也真狗狠心的 不过我感觉啊是已经被逼的智能广场了 国内最近还有一个重大的举措加速推行数字货币 不久之前还只是在四大银行试行 现在已经进一步铺开了在28个省4亿的人口范围内进行试点了 各界一致认为推行数字人民币啊是对抗美地金融封锁的手段 但是专家分析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在国际贸易中很难被普遍接受的 换了数字人民币也顶多只能够取代纸钞的流通 或者强迫在接受一带一路的国家范围内以人民币来结算 要以数字化人民币规避美国的制裁其实效果非常的有限 信用破产可是很要命的事 一旦人家不相信你了换个马甲人家也一样不信啊 财经冷眼说推行数字人民币是进一步集权的另类手段 一旦全面实行就能够追踪到每一笔交易 通过锁定老百姓的数字货币的钱包 大妈妈完全有可能控制孩儿们的消费和物质分配 以后甚至都不需要粮票 通过手机网络就能够拽住韭菜门的命根了 看到数字币的消息网友们可都疯了 我的天哪这到底是什么鬼 李先生网友说好可怕的数字货币 所有的人就像被圈养的猪可以随便再割 从韭菜一秒变成了猪 范兆鹏网友说人民币纸币可以换数字币 数字币换不了人民币 并且数字币国外不承认啊 我的天这么一说确实是可怕 那出国找花钱呢 某王同学进一步剖析到 有了数字货币就可以直接限制每个人 比如一个月只能够用3000元 3000的额度用完了 哪怕你的余额有1亿都没有1亿 听起来是不是更吓人了 这我的家产怎么办 我没有家产 不过网友有啊来看看财主网友们更慌了 这位额林同学表示自从看到消息啊 就一直想把内地银行的存款给取出来 等香港还是一直封关 出不来啊有钱人的苦恼我不等 SANA网友也说是不是肉身墙内的 要换点5至10颗的银币银条 免得碰见一些大动荡买不了东西啊 哇感觉要穿业了 要穿业了 乱用银币买菜吗 墙内的财主网友们你们还好不好 希望你们早点背些金条银条 以为不时之需啊我也要背一点 莉莉网友说党国才不怕呢 有14亿的愚民之痴 说谁愚民啊 没钱了割14亿愚蠢的韭菜 可怜的韭菜们啊要是割起来得多方便啊 我可不是韭菜 又有一个叫莉莉的网友肯克鲁鲁说 生几个小孩都要管 吃多少食物也要管 出生在哪一国也要管 说什么话都要管 全国要配合真的是神奇的国度啊 嗯你家住海边吗 管的这么宽 8月18号上海副市场公安局局长公道安被审查 今年第三位落马的警戒高官 被认为是孟建柱的手下 他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随即落马 或许是印证了习近平将要清洗江泽民派系 二号人物曾庆红的传言吗 果真如此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啊 小女子我到航上前 可也听过老运动员们说过 越是内忧外患 危机四伏内斗越凶 那是我党最擅长的 大家都注意到了东欧小国白俄罗斯 最近的政局动荡 民众已经厌倦了统治白俄罗斯26年的独裁者 卢卡申科 那8月16号在明斯克 7万名的民众就走上街头要求卢卡申科下台 这个特别搞笑 举行群众集会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安宁与和平 明明是反政府示威啊 知道韭菜们不认得俄语和白俄罗斯语 打就斗赞老百姓开开心 去年伊朗民众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 当时的CCTV也是把抗议的画面给天朝的老百姓们看 同时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们 这是伊朗人民在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网友们觉得咱胆是不是够幽默 留言告诉我吧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真观点 我是真飞 别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还有留言哦 订阅咱们周六就可以第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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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转发